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啊 说真的顺息万变 你要说隔十年前二十年前 你让张老师来想什么是人工智能 好家伙我都没听说过 人工智能人还没研究明白呢 还是人工智能好家伙 但是今天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已经改变了很多的东西了 已经走入到了我们每天的工作当中 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我不知道在中国的小伙伴或朋友们是怎么样的 但在国外像我们的每天的生活 很多的东西无时无刻都有了人工智能 这些人工智能有的时候是我们知道的 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 已经潜在的加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么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啊 我们来看看从美国到欧洲 再从欧洲回到美国 那么欧美教育体系下 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 包括他们的centers initiatives 他们的科研的中心和initiatives 在人工智能方面前沿性的布局的能力 欧洲呢我找了一所大学 这所大学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但是张老师呢我还是那句话 我也有一个义务嘛带着大家多熟悉熟悉 这所大学呢叫做IMD 叫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叫做国际发展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因为我也我也不关系 我也没看中文名字什么 我也不知道中文名字叫什么 但是这个简称IMD 叫Institute 叫研究机 你看MIT MIT美国那个麻省理工 为什么叫I MIT 那个I是Institute 今天这所大学呢 也是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国际研究所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研究所 那MIT我不知道为什么 把它翻译成理工学院了 麻省理工 那Institute什么 Institute研究就是研究机构 研究所 反正就这么 就没有贬低的意思 就是大概这么翻译 因为中文英文本来就不可能完全对着 不同的语言 所以这个大学叫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这个大学对于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来说 非常的陌生 这个其实在国际战略和国际商务 全球管理 尤其是国际化的组织运营和人才发展上面 这个IMD号称是世界的老大 包括当年Thunderbird可以算是雷鸟算是在国际管理里面70多年的卓越 叫做有一个外号叫做Mini United Nations 叫Mini的联合国 当年我在Thunderbird Glindale上学的时候 我们的校长Alan Morrison 就在原来就在IMD 很多的世界级别的教授 尤其在国际战略国际管理这个领域 全球战略 国际化的商业 任何东西跟国际和商业打交道的 IMD在这里面是绝对世界级别的老大 这所大学在Sweizerland 这个可能很多中国人也很陌生 我现在发现很多中国留学生留学就知道一个国家 美国 要不就旁边那几个 什么江南大澳大利亚 但是欧洲其实也很大 欧洲有很多的名校 所以我也录视频让大家多了解了欧洲一些名校 John Geneva 日内瓦 我一说日内瓦大家知道对吧 那在哪 在Sweizerland Sweizerland在哪 Sweizerland在旁边 这是法国 下面这边是意大利 然后这边是西班牙 所以它是在了一个非常非常 然后上面是德国 它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上面 可以说欧洲的一个中心点 非常核心的一个中心点 这就是中欧的位置 法国 这边是德国 对吧 这边意大利的 英文叫米兰 那你有人看那个 有人叫米兰奴斯 就是 在意大利是米兰 然后这边的叫法国 这不巴黎吗 Luxembourg在上面 Belgium 然后Frankfurt 这都大家熟悉的名字 米兰 对吧 然后Spanish Madrid Barcelona在这 Andoros在这 Sweizerland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不是法国的Leon 对吗 Geneva在这个地方 Reneva在Reneva上面 Sweizerland是一个极度发达的欧洲国家 好吧 别有些人 我就怕有些人说 啥 瑞士 瑞士 干嘛的 工厂吧 造军刀的是吧 什么玩意儿 没听说过 瑞士 那别别别别这个态度 好吧 这是 这是 说句不好听的 瑞士 人文的发展 人均的能力 人均的发达程度 远超美国 远超美国任何一个州或者 或者城市 可以说 这是瑞士 大家如果没干的话 可以查到瑞士的发达的程度 好吧 University of Maryland 这个呢 也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位置上 这是美国的首都Washington DC 这是University of Maryland Robert Smith的商学 所以我特意找了两个 一个可以说是在美国 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学 而且在Washington DC旁边 一个呢 就大家带着大家多了解了解 这个欧洲这些学校 这是在Sweizerland 在瑞士 我老分不清啊 因为我没有拿中文学过这些 我一个是Sweizerland 一个是上面这个 北欧的这个Sweiden 在这 这Sweiden 这俩我老分不清楚 一个瑞士 一个瑞典 上面这个Sweiden 是瑞 瑞典 然后下面Sweizerland 是瑞士 Lussan这个城市 在这 这个大学在这 然后旁边这个城市 Geneva 好吧 我们一块来看那个Roberts Smith 这都是世界级别学校 MIMB是世界的级别的国际管理的学校 Roberts Smith 尤其在你看这些排名 University of Maryland也很高 好吧 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那个 人工智能 AI 对美国的和欧洲的商圈 在这方面的想法 The Robert Smith School of Business 它专门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的中心 这个也是他刚刚开设的一个人工智能的研究的中心 所以我说商业和管理学院 他们的气候觉得非常灵敏 在今天那个时代下面 要培养什么样的商业人才 也就是说 Center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的中心 In Business Context Research and Outreach 在从商业来理解商业里面的行为 Context and Research和调研 理解人工智能的潜在的能力 在Intentional Design和 Governance Frameworks OK Creating Judgment and Creativity Working Conjections 跟本身的 马里兰大学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disciplinary Institute At Maryland 来进行合作 它是Transforming Teach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Business 改变革命化的改变教育 Research 科研方式和Prioties of Business 商业的行为 这个就是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AI中心 你看这甚至有一个Robert Smith 那是一个UMD的一个AI Linkup的一个Map 人工智能的一个图片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AMD 你看有没有感觉到 美国这种畸形的红色和欧洲这种蓝色 欧洲很多的商店都是蓝色 你从看IE是蓝色 Isadi是蓝色 AMD是蓝色 什么 Incidia是 法国的Incidia和HEC是绿色 反正每个国家 反正欧洲大部分商店都是蓝色 蓝色居多吧 这个叫做 Ternamuse 这有一个人名 Ternamuse Ternamuse叫什么一个人名 叫做Global Center for Digital and AI Transformation 叫全球的国际化的全球中心对于数据化 就是Digital 今天的Digital Transformation 数据化和Artificial Transformation 和人工智能的改变 这个图片就非常的思维自然 大家如果去过瑞士的话 就真的知道 就是 就是把生活玩明白了 而且把人文 人均 就你有些事情 你看人均 人均的能力啊 真的是发生明白了 Ternamuse Global Center for Digital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provide 那这个中心是干嘛的呢 是国际的 Digital and AI Transformation 是一个 World Leading Research and Analysis 是一个国全球 Leading的 就是具有前沿的 Research and Analysis 科研和分析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在一个数据化转型的今天 And it prepares Executive to take advantage of digital opportunities especial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那么帮助Executive 这些高管 去take advantage 去得到这个先机 在哪些领域的先机 到Digital Opportunities 数据化的机遇 特别要强调的是 在人工智能方面 This insight also inform IMD Digital and AI Transformation Program for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那么IMD呢 就在数据化和人工智能的这些项目 对于个人和organizations 你看这就是Research and Insight 就是科研和洞察 这不是利用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你看那个水门都出来了 包括你看今天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是很了解中国的情况 但是国外 真的 你每天的生活 大家可以看看 无时无刻 其实都被AI在影响 你看这写的是 Find out AI Tools R on offer Power testing 12 key areas 12个核心的领域 你看这12个领域 包括什么 做科研 conducting research 对吧 然后creating and adding image 改变修改图片 然后presentations 我就不一个说了太多了 tax automations transcriptions 等等的 email manager 包括你看这些公司 我还是那句话 我对中国不是很了解 但这些公司在国外 我们经常都用 有些公司呢 可能大家用不了 我也没办法 这些很多公司都影响了我们日常的生活 比如Chai GPT 这都大家都知道了 包括Gimini 你这个其实也经常用到 又被影响到 然后grammary 这也经常用到 还有哪些 我想讲啊 有些都是你没有意识到的 你就在用的 Salesforce Sales handy 这是什么 不是Salesforce Sendingbox 可能话这好像也用到过这个 这是 这是 这是好像是一个 对 Sending management 这是做预约的 反正很多吧 点点 方方点点 方便的 好吧 人工智能真的走到了 今天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 今天的世界生活当中 那么我们今天呢 随便找了两所世界级别的大学 一个是传统的美国的大U 就是大宗的这个University 大宗的大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 Roberts Smith的附属的商学院 以及另外一所 做到欧洲的核心的位置的 Sweezerland瑞士的叫做Institute for 叫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叫做 你怎么翻译呢 叫Institute International可以翻译国际化 Institute 那就是机构研究所 For Management 管理Development 发展 管理发展 那就是国际管理发展 研究机构 我也不知道 我们一般都简称IMD 也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老大 大家看到了 不管是美国的大学 还是欧洲的大学 他们都很快的意识到了 人工智能 在今天 在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发展的影响 真的是走到了 走到了非常多的 无时无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包括其实每天出门开车 车里面有些屏幕里面 都有人工智能的 你拿起手机来 无时无刻的人工智能 所以对未来的商线 和管理学院的学生来说 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方向 不管学习哪个专业 对这些学生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每周五个岛都免费的 最近时间讲连下 我可以给大家发现 first-time.last-handic.com 带通过微信连下 p3mc-hns p3mc-arrow tc p3mc 这以上北极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ennesse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ennessey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and more fantastic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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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